我们其实一直都是想法比较多 有很多点子创意的 有一些项目的人 那么除了这个创业之外 我们前后还经历过很多 那像这个的话 跟这个相关的一些产品 我们都还有 只不过就需要钱来投入了 生产了 那总之呢 这些东西都开发质力 甚至接近实用的 我们才会拿出来说 有一些甚至还能 落得比较智能 像这个 一经的北斗七星手表 我们指针可以是北斗七星 然后不妨公开出来 反正我现在没有能力生产 不管谁赚的钱 如果拿出来做 也是造福大家 方便的 那么现在科技已经 完全能实现 就是走的日期 在表盘当中 也显现出来 有阳历 还有阴历 阳历我们就画一个圈 代表太阳 然后我这个日子在转 那阴历呢 就一个半月亮形状 眼所够能看得到了 就这样 阴历阳历都能在上面想想 有了日月之后呢 外表盘 就是这个星辰的天空 当然了我们 首推的还是中国的这个新冠体系 就是气正次于这个满天 二十八星宿 这么一圈 随着这个时间不断转 日子 都有了 周围呢 那些元素呢 我们就在有机的去添加了 需要节气 我们就讲节气 然后更主要 这个随着斗转星 这个北斗七星啊 日月星辰 不光是一个象征 它能实际的看到日子时间 然后 我们这个 看看到时候情况吧 如果这个足够智能的话 它一圈走下来 什么北斗指 东天下节春 看这个四季能不能表现出来 那整体来说 这个手表 当然可能它这个机器尺轮呢 比较多 那就 所谓成本贵一点 但是也不过 就是这些东西赚来而去 这种厂家 全国也是有的 你像搞这个 就是把12小时 把24变成12个时辰 这种 全国大概 之前是有两家 国内能生产出来的 我们到时候有缘在看吧 这个星空手表啊 再加上还有一个就是 中医的这个手表 养生表 每个时辰该干嘛 在这个上面写的清楚 这是饮食作息 本来是最基础 小孩子就应该知道的 但是现在反正大人 不知道 就知道他也做不到 就反正这个时代 诱惑太多了 那这些我觉得都是有益的 这些都是有中华元素 有集结核的 一些食物的东西 当时我们创建这个 主题购物店的时候 就是不是说每一个产品 TF画就可以进来的 比如说太极音箱呢 一个 左音高音 一个右音低音 两个太极半圆性 合成一个这个 类似于这种的 我们才主张 就走进来 后来就希望能够 做一些 做到这个实体店 然后来没有 出了事嘛 结果没有来得及投入 甚至当时想过 在海南 也有个叫 医学乐园的地方 就是曾世强老师 主张当时在这个 就大家一个医学基地 不过后来因为 他们经济 那个老板那些 没搞好 被实费圈地搁浅了 好像只有一个酒店 那就即将面试吧 反正总之在那个地方 就搁浅了 再说